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机 我们继续谈矜持哲学第54条 不成功绝不罢手 面对工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热情跟执着的信念 我们要探讨企业经营哲学 当然就是必须要让一个企业可以延续 可以成功 企业里面的每一个员工都要清楚 要让自己有信念 要让自己有所谓的自己的中心思想 面对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工作的热情 必须要对自己的工作 有那一份所谓的狂热跟执着 当我们在开始的企业经营跟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然就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而且绝大多数的困难都是在当下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想要让自己的企业或者让自己的能力可以提升 我们就必须要面对着各种的挑战 员工也一样 当我们从学校进入的一家企业或说进入的社会 我们最缺的其实倒不是知识 最缺的其实就是见识 甚至胆识 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怀抱着强大的意志力 如果我们能超越 如果我们能解决种种的工作上的困难 那就会成为我们未来的知识跟见识 身为一个企业领导者 带领着一群年轻的工作团队 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工作上 或者企业经营上面的种种的困境跟阻碍 我们必须要付出热情 除了付出时间之外 而这个时间就必须要充满着热情 这样子才会有成就 才会有成果出现 我们谈到我们是人 我们是人就会有惰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各种不同的信念 而且这个信念必须要非常执着 一旦我们设立了企业经营的目标 一旦我们个人设立了工作的目标 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如何来达成 同时面对困难 面对阻碍 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这种冲击 我们都必须要去面对 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也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培养了我们自己这种 不成功绝不罢首的信念 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始终可以有一种 不一样的热情 不一样的人生的态度 不管在个人的人生旅途上 或者在企业的经营中 我们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人生的成果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蜑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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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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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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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